野生挖机千千万 凡夫这里占一半 今天这期绝对是99%的看官老爷都没开过的挖机 弗兰克以300美刀的价格 从一个老头手里购买了一台1957年的利马24拉厂挖掘机 它是利马制造的最小的挖机 大概只生产了不到200台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这台挖机被荒废了接近10年时间 但它表面的铁皮看上去除了袖剂以外 其实保存的还很不错 它内部搭载了一台底克绿柴油发动机 不过挖机长长的洞壁已经被拆了下来 只剩下钢篮缠绕在上面 驾驶室仍然采用了推拉门的设计 打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的座椅早已经腐烂 到处也都是袖技斑斑 但是它的操纵杆还能很轻松地拉动 并没有被卡死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挖机为气动控制 所以座椅边上还有不少的控制开关 经过弗兰克的检查 后面的离合器与制动器基本也都没什么问题 空气压缩机和蒸发器也都还建在 一旁的便是调节开关 可以看到内部的地面上有很多的袖扎和垃圾 看起来还没有外面干净 之后也免不了一番清理 打开工具箱 里面的东西也已经全变成了废品 弗兰克不想多看一眼 在离挖机不远的地方 地面摆放着拆下来的洞壁 同样也是袖技斑斑 看上去非常粗糙 不过这洞壁的长度却是十分的惊人 最前方还有一个颤抖放在那里 形状看起来依然很好 并没有什么损坏 只不过之后需要自己动手将它们安装回去 这里弗兰克也发现 洞壁其实有一部分是原车主自己加上去的 难怪长度有点不正常 回到挖机这边 看着驾驶室内的垃圾 看来给里里外外的做一座大清洗就是第一步 同时他还发现 挖机的履带缺失了部分的消滴 之后还要想办法将其补齐 话不多说 还是先把它运送回去 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弗兰克便清理了工具箱 里面有一些接头和拆换的零部件 他不知道有什么具体处理 但还是决定先保留 在检查驾驶室时 发现里面有一些软管已经非常脆弱 所以之后也必须要进行更换 先将内部多余的垃圾清理出来 稍后再用吸尘器做进一步的清理 为了方便之后的水枪冲洗 这里他先将电池和座椅都拆除 内部的污垢能扫的都打扫了一遍 那么接下来便可以开始用高压水枪处理 先从外面开始 水流过处 冲刷掉了上面的青苔和污垢 露出了他原本的颜色 这么解压的工作 他妻子自然是要玩上一碗 很快外面便冲洗干净 弗兰克接手开始对内部进行清洗 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 清洗的工作才算是告一段落 现在看上去里里外外的都干净了不少 不得不说这么老的机器还能有如此的平衡 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经过简单的晾干 是时候让其启动起来 首先拔出了凉油尺 里面还有足够的油水 再看散热水箱 也还能看到里面满脆的防冻液 这里不着急启动 弗兰克决定直接打开阀盖检查 这些圆润的颈部罗栓帽 也是颇有一些年代的 拧了九九八十一下之后 打开了阀盖 发现里面已经是有不少的油垢 两个喷油器也都被卡住了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情况 所以这里他拆掉了净油和回油管 并往里面喷入了一些清洁剂 冲出里面沉积的旧油 避免发生堵塞 之后他又喷上润滑剂 将喷油器轻轻向下敲击 这里也可以看到喷油器并没有回弹 所以弗兰克用小虎钳夹住它 好帮助其重新弹出 如此反复操作 很快喷油器便恢复了正常 另外一个被卡住的喷油器 也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这里就不再做多赘述 接着他接好了电源 开始尝试启动 发动机也是立马就得出了 从排气管内也有堆成拉气喷气 这些老式机械结构非常简单 维修起来也并不复杂 弗兰克眼看启动游戏 便不再废话地扑到这一时 终于在过了几分钟之后 这台老机器被他成功起 并且表盘上也已经有了毒压 它不断地加大油门 顿时大量的黑烟夹杂着城堡 重大了 看了一眼气压表 居然也已经重新有了气压 他来到驾驶室拉动拉杆 整个机器也是开始运转起来 不得不说这些老机器有时候是真的变化 但弗兰克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启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现在还是有大量黑烟从排气管噴出 于是他检查了进气口 发现里面已经被污垢堵塞 一步做二步修 他拆下了进气管 然后对其整个做了一遍清理 再次尝试启动 情况有所好转弹度多 弗兰克又取下了一个喷油器 这才发现喷头都已经损坏 他想来另外一个情况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他又将另一个也拆卸下来 结果也不出他的所料 除了要对损坏的部分更换以外 这里还需要测试一下钢压 也可以看到测试结果并不理想 由于拍摄的问题 没有看到他怎么处理 实际上他是拆下了整个发动机检查清理 另外也给喷油器换上了新的喷头 现在他再次起入 可以看到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不再是一只黑烟肚骨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那就是需要将拆下来的洞壁给重新装上 这里弗兰克也是开着自己另一台立脑垃圾 将洞壁调了过来 大致的对准之后 还需要自己拿着撬杆进行调整 插孔都对齐之后 就可以将插销撬打进去固定起来 由于洞壁被拆分成了几端 这里还要把它们组装连接起来 一个人干这活实在是有些费劲 这一干就是一天 整个洞壁都装上之后 这才开始连接钢压 随着里面脚盘的启动 钢篮被收紧 随着弗兰克在驾驶室里操控 洞壁也能跟着移动开始变得坚挺 他操纵着转向 挖机也还能正常旋转 看起来让这台老式的挖机再次投入时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需要更换好履带插销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这次弗兰克又是捡到宝了 那么老铁们觉得300块买这台挖机值不值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